我就真正进了藏 在进藏前的那个关卡那儿啊 看到一个藏族女孩 过去老说看见一个人 惊为天人哪 我看见这个藏族女孩 我就觉得惊为天人 那个人长得不可以这么漂亮 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漂亮的你不太好意思看她 车都开出好远了 我都想让车再开回来 我再看她一眼 你就想这人长得有多么漂亮 人完全是有一种雕塑感 那么第四天我们住在德格 德格有这个印经院 里头都印着经书 那所有的经版都经过几百年了 在德格呢 赶上他们这个这个转经 很多藏族的男女老少 他们转经 我们也跟着转 我们转几圈腿就软了 人家据说一转几百圈 乃至上千圈 还有人终身天天在那转 看到那个藏族的妇女啊 带着那个头饰啊 那个漂亮啊 两个色 一个是虎波的那种暖黄色 一个是松石的那种翠蓝色 满头都是 还有天珠啊 就是你们梦寐以求的天珠 很多人做各种文章的天珠啊 满头都是 然后追着人家看 追着人家拍 那么第五天就住在昌都 昌都 第六天呢 就是波密 波密县城 第七天呢 林芝 这七天 只有林芝能水一个好轿 为什么呢 林芝 首先是地势低 大约海拔只有两千米 第二呢 森林茂密 氧气充足 我们经过七天的颠簸 在林芝啊 每天还喝了点酒 所以睡得特别沉 你如果没有经常在西藏锻炼的话 你在西藏旅游的时候 第一感觉就睡不时 永远睡不时 就不是那叫 怎么感觉就没睡着 其实你睡着了 你就感觉没睡着 有人还做梦 我是不做梦 第八天下午才到达拉萨 我们去的时候 还是有人有经验 有人有经验 第一个呢 车不能满的满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人 去这么多人 你开几辆车 万一有一个车出故障 你不好意思扔它 大家都在那等着 有时候一个故障会等几天 所以呢 我们就 四加一 只需要四辆车 但开了五辆车 有一辆是空着跟着 万一谁出了问题 那辆空车 就堵上了 去的时候呢 是一辆奔驰 加四辆丰田 他们照顾我 说我一定要坐奔驰 我说我就坐那丰田 就挺好 他们说不不不 你要坐奔驰 你赶紧的 我就坐在奔驰上 这奔驰开啊 开的多高的时候呢 三千七百米海拔的时候 这奔驰就没了动力了 就呼的一下就空了 空了当时不是怎么回事啊 就听前面 因为都拿着不画机呢 就喊就说没动力了 说没动力了 说再打伙试试 一打又着了 说走 又往前走 又走了二百米 轰的又没动力了 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只有一个办法 换车 然后我们就下来了 让这车原地掉头 往回开 我们就继续前行 据说这车呢 特高兴的一路 一点都不熄火啊 完全都是动力 直接下山 回了成都 回了成都 才知道什么毛病 就是海拔高了 氧气不足 所以这奔驰车就开不了 它里头有一个什么装置 说如果你要想什么 就得改这装置 可那丰田车特皮实 啥事没有 开着丰田前进 我当时跟他们是这么要求的 我说你们啊 就给我安排一个藏服司机 他们说你沟通起来不方便啊 说我们这给你从驾校请的教练 我说家校的教练全是中看部中用 在那教学人行 但是上去西藏不行 你就给我找这个西藏的这个同胞 他们呢 对生死的认知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开车 所以我这个西藏的这个师傅啊 就给我开车 他跟我有时候也聊几句 一般情况下不怎么说话 开车的一天一天都不怎么说话 我就坐在副座上 我不喜欢坐在后面 我喜欢坐在副座 因为副座可以看到外面 可以看到前面 可以看到侧面 我们有人很恐高的啊 开这个山路的时候 这边是悬崖的时候 很多人往下一看就晕了 就有人说血压立刻就180了 我这不怎么害怕 结果有一天啊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司机跟我说 说王老师 说刚才很危险 我说有多危险 一个古路在悬崖外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全在车上啊 我说咱不是都已经下来了吗 这就是命啊 那真的就是命 比如我们过了通麦大桥 没多久啊 全国发一条新闻 CCTV新闻发的通麦大桥断了 当场没有任何征兆的时候 光当断了 所有桥上的车一股脑就下去 河里就没了影了 再找着就是多少公里以外了 没有人可以活下来 可我们就是从那通麦大桥开过来的 通麦大桥很窄 是悬浮的 那旋锁的 就是这边放行一部分卡住了 那边放行一部分 那会这么开 据说现在修了新桥了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年我们走过 我们走过去大概很短的时间 一两个月 那桥就塌了 反正我们没赶上 所以你到西藏去呢 首先对生命得有一个认知 西藏本身对内地人来说呢 就是一个神话 一个传说嘛 对吧 你像人家那个山峰叫什么呀 第三女神 是吧 喜马拉雅 珠穆朗玛 听着都不是 都是很富有诗意 但是不是咱自个儿的话 你看咱自个儿的山 泰山 华山 九华山 长白山 是吧 你听着都 一听就知这山 怎么回事 你听着人的那山 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么 我们这沿途啊 都是不停地往高走嘛 就是海拔 那我就当时就想啊 西藏是我们国家最为 最为神奇的一片国土 高高在上 俯视中国呀 你想想 他那个平地就三四千 三四千米的海拔 高的地往五千米的海拔 对不对 我们翻过几个山口 都是五千米的海拔 那么你想想 我们在北京市 如果我们在上海市 我们在广州市 这市 这个城市边上 有一个五千米的 一个高峰 屏蔽起来的 你想想得有多雄伟啊 当年文称公主 真不容易 汉家女孩 肩负民族重任啊 和亲啊 古代就这招令 和亲 就是你对我不放心 我把我女儿嫁过去 你就放心了吧 一步一步地 由大唐 这个长安啊 就是现在的西安 向西南走过去 走啊 那是骑着马走啊 虽然我们今天看 说这个 我过去还写过文章 说一路美丽 一路苍茫 一路柔情似水 一路荡气回肠 一路洒下 悲心的泪水 一路拽着 十锦十松的马江 那我们今天 还有这种景色吗 我当时就想看到 这种景色啊 你不走四川的那个山路 你真不知道 什么叫蜀道 蜀道南 南云上青天 我们都知道 这是李白最著名的诗了嘛 那个 经常是那悬崖峭壁 夹着一江急流啊 你看这时候 觉得 这地儿真危险啊 这个 到处都是塌方 一到雨季 到处都是塌方 我们去的那段时间 我是五月三十号 走出发嘛 是最好的时候 据说到了七八月份 几乎就不能走了 那么我们都备有了 车上备有了救急 比如说睡袋 比如说干粮啊 你就要做好几天 你没地儿待的准备 我觉得人生啊 就得有这种经历 比如我去的路上 有两次要路过 这个海拔五千米的这个山口 一次呢 看见杜鹃盛开 我看见杜鹃盛开的时候 我就没有想象那是五千米的高空 我拿着相机还去照相 还跑了几步 然后一下这气就上不来了 就倒不上来了 当时我还纳闷呢 我说怎么会突然喘不上气来 就是海拔太高 氧气不足 你这个高原这个反应很有意思 它是这样 西藏的高原的大约少三分之一 少三分之三十的氧气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您吸三口气 或者吸四口气 有一口气没有氧气 你想你多难受 就是这老是觉得不够使的 你也说不清楚 高原反应呢 还每个人不一样 还跟你的身体好坏没关系 有人身体非常健壮 比如运动员上去 高原反应非常的重 但有的人呢 反而不是那么很严重 我就属于不是很严重 我从头到尾啊 没吸过一次氧 我就是这么 那么多天就那么过来了 所以呢 在高原反应的时候呢 我就想啊 就是跑 你跑是肯定不行的 那跑马上就是头重脚轻 然后氧气就跟不上 你走还可以 我从那个 那个拍杜鹃的时候 不是跑了两步吗 那杜鹃花啊 就是咱那个城市那个 我想想城市那个花市啊 那花都不灵 它那个杜鹃都长在悬崖峭壁上 盛开啊 尤其在那个六月飞雪 还下着雪 一会儿下雪了 漂亮啊 这时候啊 我在那儿碰见藏民 很有意思 一个人 卖我这猪串 不这些年流行着呢 卖我一串 鹰骨的 特漂亮 玩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都赠量 把那骨头玩得跟玉石似的 当时跟我开了个多少钱 好像是几千块钱 然后我就说 掏钱 赶紧给人家 所有人都觉得我很大 我说怎么不砍价 我说这能砍价的 我说不砍价 我说它有价钱 我就买 也没有超出我们的支付能力 我买完了 大概我记得是 是五千呀 是多少 反正就买了 买完以后 他们就埋怨我 就说你怎么这么砍下 砍下钱来 我说你不懂一个道理 谁在五千米海拔的高原上 跟你做生意 你怎么能有机会 在这种高原上 跟一个生人做一单生意 这是一个你难得的缘分 你想想你一生中 见这么多人 你平时可能买这个买那个 你在晚上又亲又逃 来回弄 对吧 跟人家杀价 见不着面就忘死了杀 对吧 在那个情况下 我觉得人和人相遇 本身就是一个缘分 他能有机会卖你一个东西 你就得珍惜这件东西 我一直拿着 后来很多人说 那你赢给我吧 我说我不能赢给你 我到今天 这串活猪 还在家里挂着 就是一个纪念 你想想 你等你回到北京的时候 回到家中 你掏出这个猪串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这个猪串是在 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 一个藏族同胞卖给我的 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那时候钱根本就变得不重要 我们一路走的时候 最让我感到震惊的 也是我们大家都事先知道的 虔诚者 磕长头的 这个行为对于我们常人来看 不可思议 我们有一天 汽车拐过一道山梁 刚一拐过去 就大家都喊了 磕长头的 早晨尘来 湿润的空气中 远处两个人 一前一后 非常虔诚的 慢悠悠的磕着长头 动作都是要做到位 磕长头一点都不能自个儿 糊弄自己 就是多一点都不会迈过去 比如他的手的位置到这儿 那么他的脚一定在这个位置 再量下一个长度 那么 脉步 合时 举手 匍匐 五体投地 周而复时 一次一次的往前走着 磕长头一天能磕多少里地呢 我告诉你们 磕长头的正常速度 天气好的情况下 路途比较平凡的情况下 每天磕五公里 五公里 你知道磕头这事啊 还真不是藏族人发明的 是咱汉族人发明的 这汉族人最早就会磕头 对不对 跪拜嘛 是中国过去古代社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 三叩九拜 那么 藏族人学会了这个磕头以后呢 还用在这种拜佛之中呢 就非常的虔诚 磕长头 一路磕过去 一定是忘了我的这种境界 我们看到这磕长头的人说 马上就说 你停下来 停下来 我们要上去跟人聊天 就跟他们聊 他们就停在那 开始 那个 这个 这个前胸有一块皮革 因为老趴在地上 不磕的时候就摘下来了 然后我们开始跟人家聊 是吧 就说你出来离家多久了 说出来三个多月了 说要磕哪去 说要磕到拉萨去 说磕多长时间呢 说大概要磕一年半 2500公里的路程 每天五公里 早晨就开始磕 晚上就开始吃 风餐露宿 走到哪 住到哪 只一小帐房 那帐房比这桌子差不多大 就能将将进去一个人 有一块皮子 羊毛皮子往地上一扑 都是湿的 我当时就喊 因为我们人多嘛 好几车人的 我说赶紧嗨 我说人都过来 因为我们出门 都带着血压剂 血氧剂 就各种人不停地检查身体 为什么 怕出问题 比如你血氧低到 你比如血氧低到 85以下 你就要注意了 你就要吸氧 要不然就会出问题 可能会产生昏迷 对吧 结果 把我们的工作人员叫来 给人量血压 那血压叫标准血压 高压120 低压80 量血氧 人的血氧几乎百分之百 我们自个儿看自个儿 那血氧都不好意思看 其中一个人感冒了 我们就给他点药 他收留了药 我们给他一部分钱 他不要 他这么说的 他留下一百 很有意思 他就把这个钱留下一百块 说我够用了 其他都还给你 他不要 你再给他就算对他不敬了 所以我们也就 这个遵守他的原则 我们就从车上拿来方便面 给他点 他也是 就是够了 不要很多 他们觉得这一路上 所有遇到的事情 都是他的人生中必须遇到的 比如疾病和苦难 我们不认为 我们遇到疾病和苦难 他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我怎么怎么就感冒了 我怎么难受啊 我这不行啊 就是这种感觉 他没有 他觉得遇到什么就是什么 给他那个感冒药 他就留了一袋 就是说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可以吃 因为我觉得他很容易感冒或什么的 可是人身体真好啊 笑的时候啊 一口打开牙了 这个西藏人这牙太好了 我们小时候那教育 在西藏人面前是不太起作用 我们小时候怎么早晚要刷牙 怎么牙齿怎么保护 你看这城市人的牙医都是一口烂牙 要没有这城市的牙医啊 今天大部分我们这人的牙都长不好 你看人的白牙 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地方开篝火晚会 上来当独女孩 唱歌载歌载舞 这一乐啊 你想晚上又没灯月光篝火 那白牙穿过黑暗 让大家都不好意思张嘴 你看人家那牙怎么长的 我们去一个路过一个寺院 我们去了很多寺院啊 这些寺院呢 我不大 我跟他们这个带队的人说 我说我尽量去一些从来没有人去的 所以我们去了拐弯 走了很多很很很 就很人间罕至的地方 去了一个寺院正在修 修呢 正在那折腾的啊 人家请我们吃点东西啊 然后正在拍照 就听见那边那野地里 有一女孩唱歌 我觉得所有的晚会都是瞎掰 那才叫天籁之声 就是尤其在西藏高原上 一个女孩在那干活 边干边唱的那个声音啊 那种感动人啊 绝对不是任何晚会可以给你的 我们去的时候呢 有几个西藏女孩在那唱歌 然后呢 摄像跑过来就说 给他拍照 给他拍照 让他重唱 女孩就不唱了 那不好意思吧 有个女孩拿着一个天珠 哎呦那天珠啊 按照今天世俗的标准 这叫世俗的标准 西藏人并没有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叫至纯 就是最纯的天珠 漂亮之鸡 奶白色 那个藏族女孩拿着 然后大家一攥在手里 第一个人就说错话了 怎么说的呢 一拿着 第一个反应就说 这在北京二环边上 能买一二居室啊 这话多么世俗啊 在人家宗教信仰面前 说这么世俗的话 然后我就瞪着他一眼 旁边那个人说的更世俗 说我觉得能买一三居室 所以我们这些人 经过世俗的训练 是不可以达到宗教的境界的 女孩拿着啊 没好意思说 说你卖给我们 没敢说 觉得再说这话 就等于侮辱对方 女孩一会拿着啊 他们正在修坛城 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 直接就扔进去了 那个坛城就封了 里头各种珠宝 当时我们都看了只愣啊 说这东西直接就封了 那坛城一封 这东西多少年就打不开啊 或者是哪年打开 咱也不知道 你知道在西藏啊 西藏 藏民 很多人的宗教信仰 把他一生中的财富 全部变成财产 捐给寺院 所以你去布达拉宫的时候啊 比如我在布达拉宫的时候 看到那个 纯金的坛城 用多少吨黄金 我都记不住那数据了 上面全部是宝石 我当时是在这个任务 很希望 这个 很希望 这个自己 这个在天珠这个认知上 能够前进一步 所以特别注重 对天珠的这个 使用方面的观察 我们做了大量的笔记 照相 我们发现啊 天珠在西藏的所有 不管是宗教造像中 还是宗教的器物中 他永远不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可见 西藏的藏民对他的认知 没有我们这么世俗 他们最中心的位置 比如佛像的帽顶中间的这个位置 比如坛城中间的位置 往往是琥珀 要门就是松石 大块的琥珀或松石 我们开车一路走的时候 临近拉萨的时候 有甘丹寺 甘丹寺呢 他实际上就在拉萨的 这个按照我们的话说 就是郊区县 海拔大概3800米 那么甘丹寺呢 他在这个望波日山上 望波日山呢 像一个大象 卧象 所以那个山呢 比较缓慢 开上去了 到了甘丹寺呢 甘丹寺是这个 皇教很重要的一个寺院 它是这个宗科巴的 我们都知道 宗科巴那帽子是这样尖的 宗科巴的这个 在15世纪初呢 亲自筹建的 也算是格陆教派的一个祖寺 我们去 我记得啊 走的时候往上走 车到一定程度就开不上去了 就得走上去 你说寺院啊 寺院修的那大台阶啊 说句实在话 单单受不了 他那台阶都高 你知道建筑上的台阶啊 我们迈着比较舒服 这台阶一般不会超过13公分 这么高 15公分你迈着就开始多少 有点吃力 20公分就非常吃力 他那一台阶 我估计至少25到30公分 所以每上一步都倒气 我上去的时候跟着那个 那个僧侣啊 大喇嘛 大喇嘛在那生活的 所以他没有这感觉 就我一个人能跟上 后面的人最后全都弹了 全都坐在路边倒气 我一个人直接走上去 走上去以后呢 在里头看了很多寺院的这个 这个环境啊 很多环境呢 你不身临其境 你是不能感受的 比如他们在里头吹那种 好剧长 声音低沉 比如他很多这个建筑 隐藏在这个 就是他该建筑好像很随意 不像我们有很多设计 七角嘎栏 你认为不可能拥有建筑的地方 他挤着一个建筑 很有意思 那么 从甘丹寺出来 就没多久就进了这个拉萨嘛 拉萨肯定每个到拉萨 这个游客必去的是两个地方 一个是大昭寺 一个是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也是台阶巨大 你没有充分的体力 你走下来会非常的辛苦 大昭寺排着巨长的队伍 门口全部都是磕长头的 我们经过安排 算终于走到了大昭寺 在释迦牟尼等身佛前 每个人都要磕头的 不管你信不信 你走到那一定你会磕头 因为每个人都磕 你不磕 你都不好意思过去 每个人磕头的时候 都会净现一个哈达 所以在释迦牟尼等身佛 那个跟前的哈达堆积如山 让那佛像就剩了一个脸 我们同行的有一个人 很有意思 非常喜欢天珠 此行是为天珠而来 并不是为了西藏而来 他磕头的时候 他就在我前头 他磕头的时候 给释迦牟尼佛 五体投地可以打头 你想想 这个等身佛在他身边 那个位置非常浅 只能允许一个人磕 磕完赶紧走 下一个人磕 堆积如山的白色哈达 整个把这个地方包围着 他穿过这个哈达 磕了一个头 据他说 我没看见 他磕完头一睁眼 眼前这么大一颗天珠 他当时啊 说一下就愣在那了 他说 第一反应是想拿起来 第二反应是要遭天谴 没敢拿 说是佛祖考验我呢 然后起身以后 脸煞白 哆了哆嗦的就走出去了 当时没跟我说 来不及说呀 出门跟我说 我看见天珠了 说怎么回事 说佛祖考验我 我禁得住考验 我说你的小脸都弄得煞白了 你禁得住哪门子考验 那个天珠一定是一个藏民 放在那 对吧 我们认为我们是有财产观的 是二居室三居室 人家没这个感觉 我一生中的虔诚 就算它是一个巨大的财富 我一定要陷在佛祖面前 就搁在那 直接搁在地上 那么 看见了 说句实在话 宗教的力量 这时候就起作用了 你心里再想拿 在那个环境中 你不敢拿 它就出来了 出来了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笑料 大家都开始说它 说哎呀 看你当时那脸色 就知道你肯定是起了贪心了 那么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过去了 我们这一路 这一路有很多很多建文 我也写了一些小文章 我当时还想 就是有机会再要去 还要去西藏去看 为什么要去西藏去看呢 我觉得西藏是我们国家 最重要的一块 国土 上面有着完全与我们 汉地不同的文化 我觉得一个人 身体只要允许 又有精力 又有愿望 又有时间安排 你一生中 一定要去一次西藏 官复猫 揭秘 官复秀 这件东西呢 我拿起来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镂空的 溜金 镂空呢 是植物纹 这种镂空呢 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镂空 是有层次的 镜头推上 你看得非常清楚 这件东西是什么呢 是个印章 我们可以给你看看底 你看看印文 这印文是个图案 一般人都不认的 这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专业的术语 叫狼九旺丹 是西藏话 狼九旺丹是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汉文 叫十相自在 就十个状态中 都非常自在 叫狼九旺丹 记住了 别撂下就忘 那么它是 藏族 佛教中的 是一种极具神秘力量的 一种图符 我要给你们盖一个 能保佑你一辈子 藏传佛教中呢 十相自在图呢 是一个最具有神秘力量的 这样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呢 这个还有颜色 它是由七个 范文文字字母 加上日月圆圈 十个图案组成的 所以你注意看啊 上面是日月 上面还有各种范文 它怎么组成的 我也不太清楚 那么这个图符的关系呢 非常的复杂 而且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哲学家说呢 它有辩证关系 十相自在分为身 身体 智 智慧 空 没有空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风 刮风的风 火 水 地 气 气是气物 清 清静 天界 十个部分 它们之间呢 有一条非常复杂的 宇宙辩论的这样一种系统 这是理论家总结的 不是我总结的 那么我们简单的说 十相自在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是寿命自在 寿命自在不是说让你想活多长 活多长 不是 是你活着的时候能活得非常好 心自在 心自在